這個節目並沒有提供的贊助製作 大家來開眼睛就比較 就像銅叉色的大學 大家好,我們是 小粉絲霜 沒錯,又到了四月了 今天四月終於到了 我們還是要做一下 因為四月是什麼季節? 開學季 對,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聊一聊什麼 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今天主題是 為什麼越來越多人想去半年的日本留學? 對啊,為什麼半年留學? 半年留學可以學到什麼? 半年留學其實學不到到什麼東西 可是為什麼很多人現在會選擇半年留學? 那主要會有兩種的 那半年留學它會遇到什麼事情? 第一個,半年 半年拿的是什麼籤子? 留學籤贈 對啊,那不是廢話嗎? 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要找工作 還有哪? 還有那種就是要準備升學的人 對,就是他可能要升學 或者是要找工作的人 所以他們有一些就會選擇非常短期的 那對於學校來說 學校有沒有半年的課程? 有的 其實都有 只是它沒有要賣你半年 因為賺不到什麼錢? 你跟我講話為了那麼直接 就是你不問 它不會跟你說有這個方案 就是你要跟他說 請問你們有半年嗎? 嗯... 嗯... 有啦 嗯...很久大概要3分鐘 因為語言學校是唯一少數可以發短期的簽證 對 就是一年之內左右的 它是可以發的 它可以發一年給你 但你只讀半年它是接受的 嗯... 那半年留學啊 半年的話你會遇到什麼狀況? 如果你現在N2 嗯... 你去讀半年有可能N1嗎? 可能有機會吧 對,有機會 而且你的 呃... 不管是閱讀啊 或寫作 還有繪畫 對 都會提升 因為這個是台灣補習班沒有辦法提供的 嗯... 因為它是語言是需要環境的嘛 所以半年的 口語能力會比較好 對 不過那為什麼要選擇日本語學校? 因為學校才有老師可以幫你啊 對啊,就是 他們其實 我們先講第一種人 就是他要去日本工作的人 他已經有N2跟N1了 對 那為什麼不在台灣找工作呢? 日本的資源比較豐富啊 對啊,因為他工作比較多 工作比較多 因為他台灣的人力仲介 而且在台灣做的那個日商人力仲介 或是一些什麼寶勝那啊 嗯 或是這些人力銀行 他們只有提供他有的工作 對 可是日本的工作不是很多嗎? 很多 很多,非常多 然後是各行各業都有需求的 對 可是問題是 因為這些人力仲介 他就只有提供這些工作給你的話 有一些不是符合你的學習 嗯... 跟你的專長 對 所以他們就會退而扯 其實而且有一些大公司 他們不做海外招聘 因為他當地就已經夠多了 啊 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 讓大家複習一下 一年 一年之內有多少海外留學生在日本 每年都有三幾萬在學生 所以三幾萬畢業 我不要多 學霸就這麼五、六千人 嗯 夠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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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頂級學校有必要 頂級公司 有必要去海外招聘民餐 不太需要 不太需要 他直接去東大招聘比較快 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他們很多的那種什麼 電視會啊 或是人力的那種 有點像台灣的那種 就是聯合招募的會 都會在日本 他們不會在海外 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你有日本簽證 他要換簽證很快 對啊 馬上就可以換 然後加上你只要有NO 他是馬上可以換簽證 可是如果你人在海外啊 其實會出現一種就是 日本好的公司 他其實也不太會為了你一個冒什麼险 嗯 而且他如果只是一般Normal的 比較一般的工作 他會為了你一個人 大老遠還要辦簽證辦什麼 不會啊 不會啊 又不是找不到人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就會捨遞掉 有一些很好的公司 他們就會捨遞掉到台灣找人 對 只會在日本找 那在日本找的情況之下 你是就變成 必須要到日本去 對 所以在半年留學之內的學生 有一部分的人他們會選擇 去半年 那這半年他都在幹嘛呢 準備簽證啊 面試啊 對 然後 去語言學校 我們現在不是要賣語言學校課程 雖然我們是留學中心 嗯 但我們真的不是要賣他的原因是什麼 語言學校的好處是什麼 這麼多語言學校 你家得 這邊還要整排 整排 整排都是 嗯 有老師可以問 對 就是你寫的面試啊 你要面試或寫的履歷 或是一些稅務方面的事情 還有簽證方面的事情 對 是都會 老師會幫你提寫 沒錯 可是如果你沒有 你只是純粹看台 你人在台灣 你有那麼多朋友在日本工作嗎 也沒那麼多啦 大部分都沒有吧 大部分都沒有啦 我們自己是文系畢業的 都沒有那麼多人了 對啊 對啊 都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大家的是 是不太會有很多人 有去日本工作的經驗 對 那誰可以告訴你 你大部分也就是看網路上 可是網路上 對啊 你看它是寫這樣 可是實際上是這樣嗎 不一定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 就是公司 好好好 面試成功 結果簽證頒不下來 有 然後公司就管拒了 之前不是去年好幾個嗎 你就說怎麼辦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 原學校的好處就是 因為 為什麼學校會很積極的 要幫你介紹工作 因為他收了你的錢 這樣講好嗎 直接講啊 沒關係 因為學校就收你的錢 嘛 學校收了你的學費 除了教你之外 他也會希望你有一個 比較好的發展 這樣對學校來講 才會有一個好的榜單 當然啊 因為如果你的就業成績很好的話 或是你都可以找到很好的 不錯的工作的話 那對於他未來的招生是有幫助的 所以他會不會很積極的 會的 然後 假設你去投了五家留意 這五家 其中有兩家是很好的公司 你覺得學校老師會很積極的幫你嗎 一定會的 他會很懶得理你嗎 絕對不會 他絕對就 哇賽 對 日本前一百大公司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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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很多同學他們就是在台灣已經學到一定程度了 擁有N2以上的 對 他們會再回頭選擇 其實真的很多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少 語言學校真的不屬於 只有說完全不會日文人去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身邊是真的沒有那麼多人在日本工作 對 所以有一些妹妹剛剛你該怎麼轉換簽證 你該怎麼去辦簽證 你該怎麼去繳稅 這些東西 人家好的東西是有一定的規矩的 你可以沒有保險嗎 你可以沒有什麼 然後去公司 然後你有沒有這個沒有 這個也沒有那個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來練習 回去罵HR 你找了什麼人 就類似這樣 所以語言學校的好處就是 他會告訴你一些你在日本就業前的準備 對 可是這個是你在台灣比較少人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有一些同學他們會知道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自己有N2N1 他說我這樣日文很好 你到日本你就知道N2N1真的沒什麼 因為整排都是 整間學校都是啊 就類似這樣 所以第一種人是什麼 第一種人是要找工作的人 那第二種我們在講的之前 我們今天講兩種 因為只有這兩種委屈 第二種是什麼 要去升學的人 對 升學的人 而且前提是他也都N2N1 那為什麼他需要半年的語言學校呢 因為有些大學只能在日本面試 對啊 就很可惜 他就叫實體面試 不要問我為什麼他不要線上學職 他就不要 我就不知道啊 他也就不要啊 就像同X社大學 同X社大學 這些人他們就會選擇 我繳了半年學費 第一個方面面試有人輔導 然後我就 我自己本身也有N2N1 那我要去升學 然後報的學校又是不錯的學校 你覺得學校會怎樣 當然積極幫忙啊 當然啦 不然啦 這看起來就是東大找到的料子 一定是 極力輔導 極力輔導 因為他也要什麼 他也要綁單耶 對 要綁單啊 所以就是其實互利互惠啦 社會就是這種現實 沒錯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程度很不好要去 那比較難 好 我們下一集會講 如何從零程度到日本工作 沒錯 這只是日文零程度 那我們這一集是講說 欸 為什麼現在越來越多人半年 所以如果你現在有聽到 有人去念語言學校半年的 不要驚慌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沒錯 如果你的語言學校 不讓你念半年 代表他在 騙你 他沒有騙你 他就只是不想跟你講答案而已 可是大部分還是有嘛 大部分還是有 他就會有點 像日本人的曖昧 嗯 嗯 嗯 有啦 嗯啊 你就有就有 本來就可以啦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知道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你只想去賭半年 預算上有限的同學 欸 來找誰 來找我們啊 來找我們 反正我們就做最好的 沒錯 我會給你一個比較中間的建議 對 然後如果日文沒有很好的人 就真的不用你來 嗯 因為這個方案真的不太適合 完全沒程度 可是呢 我們下一集會講說 有什麼方法 可以在短期間之內 找到日本工作 沒錯 因為是需要規劃 沒錯 好啦 那我們最近啊 訂閱數都一直撐撐上漲啦 但最後我們還是跟大家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 按讚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 我們這樣什麼時候會破兩千人 我覺得很快 我們好像快可以開盈利了 好開心喔 我們可以賺多少錢 我不知道耶 我還是領老闆的錢就好了 我覺得靠YouTuber賺錢 就是一個分享 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們最後要說什麼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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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